好,大家好 那么我们上一节课呢 把布局基本上都布完了 是吧,那么我们这节课 我们这节课我们讲点 其他的东西,在讲 接下来的课之前呢,我们先要 给大家把一个概念讲清楚 那就是继承这个概念 面向对象的继承 我们要把继承 这个概念讲一讲,什么是继承 那个 书上可能也讲到 大家如果看书不理解的话 那么我今天,因为我们这节课 本来就是要把那个面向对象的 知识都录一下,然后 在我们那个 在我们 那个的自己的项目当中,我们要应用 起来是吧,那么继承 这个概念呢 首先给大家 看一个例子 嗯 我们上次讲到一个类是什么 类和对象是什么,人是一个类 是吧,你具体的某一个人 张三 或者李四 张三李四 王五 张三李四王五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对象 你具体的某一个人,那就是对象 那人呢 是表示专门的一个类,是吧 那么我们人是不是还分好多种啊 人里面还分好多种 人里面可能还会有 这个叫人类啊 人类 人类里面可能还会有好人 啊 坏人 那就是最简单的说 好人是不是人 好人是人 是吧 坏人是不是人 坏人当然也是人 是吧 啊 好人里面有什么 好人里面还可以再分类 好人里面 比如说有 学生 老师 啊 好人里面分学生 老师 还有我 啊 程序员 程序员是不是好人 程序员当然是好人 是吧 比如像我这种 没有比我再好的好人 啊 坏人里面 有罪 罪犯 啊 叫犯人 这个分类不一定正确啊 但是说这个分类的这个层次结构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啊 坏人里面分犯人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 领导 啊 呃 我这 我再说一遍啊 这个分类不一定正确 我随便理 理解 理解一下那个 呃 理解一下这么一个分层的结构 是吧 人里面有好人坏人 然后坏 坏人里面有犯人 领导 还有那个 呃 当官的 呃 贪官 贪官应该是犯人 呃 就是说 呃 没有抓起来就不是犯人 是吧 就叫贪官 啊 这这些是不是都 都是坏人 然后好人里面 又分学生和好人 那么呃 学生和老师 那么这个 呃 还有很多很多啊 这里写不下 那么这个 什么意思呢 一个 大家要记住 继承的第一个概念 啊 继承的第一个概念 继承 第一个特点 什么是继承 继承 就是 从大分类到小分类到小分类的过程啊 从大分类到小分类的过程 这个叫继承 一个继承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是这样 可能有的教科书上他会这么写啊 有的教科书上他他他他会这么写什么 啊 或者有的老师也是这么教的 是什么 呃 老 会打动 啊 或者是 嗯 呃 或者是那个 比如说 你继承你父亲的财产是吧 他可能有的教科书上会这么写啊 但是说 这么的写法 这样的写法 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 是不正确的 那个 单元格格式 看一下 啊 这种写法是错误的 他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 可能会有一些概念和继承上有所重叠 但那个是逻辑上的巧合 啊 我们这种写法在逻辑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因为老鼠是什么 老鼠 他一类东西 他是一类的东西 老鼠的儿子是什么 老鼠的儿子也是老鼠啊 上次已经讲过了 那个继承啊 那个类是类 对象是对象 他这里用对象来进行举例子 那是不对的 比如说你 你是不是一个对象 你是人类的一个对象 是不是 那你父亲是不是 你父亲也是人类的一个对象 他这个是 会这么讲的老师 或者会这么写的书 会这么写的书 有 有两个 有 有两个 可能有两个原因 他会造成他的书 或者老师这么讲 为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 他 不会讲课 啊 为了 或者是 给予 让学生理解 给予让学生理解 使用了错误的逻辑 第二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说的 他比较客气的 第二个 他 自己 自己都没理解 面向对象 没搞清楚 什么是类 什么是对象 啊 就这两个原因 会造成 这个老师 他会这么讲课 或者写书的人 他会这么写 啊 好了 那么 这个是题外话 啊 这个是在逻辑上 经不起推敲的 就上面两句话 嗯 嗯 这样 用以上 两句话 来解释 继承 在逻辑上 经不起推敲 啊 然后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这两个原因 给你归纳一下 那么好 继承 其实很简单 就一句话 大分类到小分类的过程 这个最经典的一个继承的概案 一个继承的案例啊 是什么呢 在生物学上 有一种对所有生物进行分类的方法 嗯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戒门钢 刚刚到哪去了 我看一下 戒门钢木科 戒门钢木科属种 啊 戒门钢木科属种 是神 是什么意思呢 戒是最大的一个分类 啊 戒分动物戒 然后是植物戒 是吧 然后动物戒里面呢 又分很多门 那个 一个门里面呢 分很多钢 然后一个钢里面呢 分 很多木 然后一个木里面呢 分很多棵 啊 就是这样 一个从大分类和小分类的 呃 一个从大分类到小分类的一个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叫呃 继承 在 实际 呃 这个叫这样 呃 面向对象种 这个继承的概念 最经典的案例 啊 戒门钢木科属种 这个是一个最经典的案例 什么叫戒门钢木科属种 大家 我比如说 我我我打开百度 打开百度 随便查一个动物 我查 人类 你查了一个动物 然后我们在百度百科里面 他就会给 给你写出来 是吧 他人 他会有戒门 然后亚门 亚门 这个不用去管他 他那个是 钢 然后亚钢 亚钢可能就是 钢和木当中 一个他再 再进行细分 啊 人类是什么 动物界 然后极左动物门 啊 脊椎动物亚门 这表示什么 这个动物 他有脊椎是吧 我生物不好啊 啊 哺乳钢 哺乳钢就是你这个东西 你是直接从娘胎里 出来成型的 还是 你妈生了一个蛋 把你生出来 对吧 如果是直接成型的 那么就叫哺乳钢 那么这整个一类的 一类的东西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哺乳 然后那个 什么 针寿亚钢 我也不知道 灵藻木 灵藻木好像是长得跟 跟猴差不多的 啊 那个叫灵藻木 然后人科 人鼠 人种 啊 这是最小的分类 是不是 哎 总下面还有个玉啊 啊 这个真不清楚 但说 这个就是一个 很 呃 是一个非常 非常清晰的 一个用我们面向对象的话来说 它就一次是一个继承的概念 我们再 再找个其他例子 比如说 我们找个植物 好吧 最近比较流行这个植物啊 我们看 哎 它也会有这个 界门钢木 科书种 是吧 呃 界没有写 啊 界不用写了 就是指植物界嘛 呃 然后他在 这个里面是哪种 那个里面又是哪种 是吧 是一个 分类从大到小啊 啊 从 从整体到细节 就是说 你在同一个钢里面 那么 所以你肯定有这个钢 一个共同的特性 是吧 其实啊 我觉得继承这个概念 在这里用 不是 不是太那么的 就是说 呃 不是 就是说 不是太适合用继承这两个字 来解释面向对象当中 这么一个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会让有些人误以为是这个东西 啊 因为我们通常说的继承就是 你爸给你钱是吧 他 他他并没有就是说 在中文里面继承这两个字 他并没有 谈到这种 就是说分类的 这么一个概念 啊 所以说呢 那个在这样 这样用继承呢 我个人 个人觉得 就是说继承这两个字不好 因为以前很老的书啊 很老的书上 他不是写继承 他这么写 派生 他叫派生 啊 他叫附类 也不叫附类 他叫什么 他叫积类 啊 他叫积类 然后他叫子类呢 也不叫子类 他叫派生类 啊 以前的书上 我们现在是写 呃 现在叫 呃 继承 然后是负类 子类 是吧 我们现在这么说 以前 以前是这么说 其实我反而觉得 这样说 解释上更加的贴切 啊 这这样写呢 可能是通俗化了 现在人们也说怪了 就是说继承啊 什么子类继承 负类 但是你可以这么说 但我还要是要强调一点 子类继承 负类绝对不是 你继承你老子的财产啊 不是这么说 它是一个大分类 到小分类的一个过程 负类是大分类 子类是小分类 好吧 那我们来写一个案例 我们来看看 在Java当中 它是如何体现这种 从大分类到小分类的 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先进 我这里写demo啊 今天我们主要以写demo为主 然后我们这里 class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 那个 我们就拿犯人来说的 犯人 我class犯人 注意啊 这种编码很不规范 啊 哦 等一下 我这个里面 可能我写demo的时候 写过了 这我先删掉 我刚才那个类里面 可能我那个写案例的时候 写过了 然后那个 这个犯人 对吧 我们新建一个叫犯人的类 然后犯人有哪些属性 啊 一个类里面 它有属性 是吧 我们给它 给它一个购造器 然后你需要给我一个 大写 donate写惯了 这个 XG大写 不习惯了啊 然后那个 this name 等于name 是吧 然后 好 我们就这么一个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这么一个类 接下来 我们给它提供一个行为 大家注意啊 一个类的属性 是什么 属性 表示你 一个人 你要有的 一样东西 你要有的属性 是吧 我们面向对象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要把数据 当成东西来看 只要你觉得 在程序当中 它是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可以是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就应该 把它写成一个类 窗体是不是一个东西 是个东西 是吧 我们给它规定了 XY 然后宽度 高度 那么它就可以是一个 窗体 它就可以是 我们赋予它属性 赋予它行为 那么它就是一样东西 它就可以是个类 那么 比如说我们后面用到的 事件监听器 它是不是一个东西 它是东西 是吧 它东西 那么Java就给它 写成了一个类 专门是这么一个类 那么字符串 是不是一样东西 当然是一样东西 字符串 它里面 封装了一个字符 一个字 一连串的字符 对吧 那么它是一样东西 Java也给它写成了一个类 那么我现在写自己的类 它有属性 犯人是一样东西 那么我们就给它写成一个类 我们这里 给它一个行为 public 那个void 还有竞行里 然后我们要取下иков Did it im ur 这关键词叫做 嗯 这个关键词叫叫做 就叫做做 对 这个关键词叫做 这里给他输出一段 大家注意啊 可能有很多时候啊 在书上或者交的时候 他会用这种输出语区的形式 这个输出语区表示什么 表示你理解 他要帮助你理解 那个叫什么 理解这程序的一个结构 但实际上在我们开发当中 绝对不会是输出语区 肯定是大量的处理代码 是吧 好 我们这里 那个输出什么呢 输出我叫什么什么 this this name 然后 我是一个犯人 是这样吧 是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要用一个类去继承它 那个 class一个 class一个犯人 犯人下面再细分 怎么 比如说 抢结犯 注意啊 中文编码是不允许的 中文编码在开发当中绝对不允许 我这里为了讲课 为了讲课 这几个单词我也不会拼 我 大家最主要的是要理解这个 继承这个结构 不要学这个中文编码 不要学这个中文编码 嗯 Stream 没有了 好 我们这里也给它个构造函数 它要进来一个 name 是吧 然后它这里 我们要继承 extense fine 好 它继承了fine 然后 嗯 这里怎么报错了 addN的未定义 什么情况 拉一个出来 前面可能拼错了 还怎么说呢 好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表示 我要调用负类的 我要调用鸡类的构造函数 就是把这个name 放到这个函数里面去 然后它会掉你鸡类 你继承的这个类的 它的构造函数 参数当然要跟它一样 是吧 如果不写参数 它会报错 它跟你说 你的负类里面 没有一个这么一个 无参的构造函数 对吧 我构造函数规定 一定要有参 那就是说 我这里的类规定 那个构造函数 我只写了一个嘛 我只提供了一个构造函数 那么就是要有参 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件事情 Do something 你干点什么 好 我们同样让它输出一句话 让它输出一句 this name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叫 我是一个抢劫犯 我是一个抢劫犯 这里为什么爆红线 因为我们在 负类里面规定这个name 它是一个private 对吧 private是什么 私有方法 你子类也不能访问 那么我 那么我子类这里 我没有这个name 是吧 那么这个name呢 不是说没有 不是说没有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子类里面 你其实子类就相当于一个负类的扩展 然后这里 继承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特性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特性 是什么呢 第二个需要大家记住的 关于继承 我就希望大家记住两点 第一个 它是一个大分类到小分类的过程 然后第二个需要大家记住的 值类 对于负类 你有的 我都有 你没有的我也有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这里 比如说 负类 负类 然后我这里还有一个 负类 叫 嗯 抢击汉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画一下 比如说负类 它肯定有很多成员 是吧 它肯定还有很多方法 它一个类码定义出来 就是成员和方法 是吧 它里面 绝大多数的都是成员 它的成员 属性 还有方法 这个叫属性的 属性 属性和方法 那么这些属性和方法呢 你如果是一个继承关系的话 那么我会把你负类的 这些 负类的属性和方法 我继承过来 接下来 我再写我自己的 啊 这个是 负类 特有的 成员和方法 然后这一部分 它在代码当中 其实是不显示的 啊 不是这样 它在你的代码当中 你不需要再去写 比如说我这里一个StreamName 我还需要给它一个StreamName吗 不需要 对吧 你如果创建这个类的一个对象的话 比如说我这样 那个 呃 抢劫犯 哎 等于你有一个 抢劫犯 比如说我这里就要随便给它个名字 Saram 我给它一个名字 然后接下来 这个东西啊 我这样创建出来 那么Saram它必然有一个这个Name这个属性 是吧 是不是啊 它必然有一个Name属性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这里并没有写面 因为你是继承过来的 啊 继承过来的 这句话 啊 这句话 那个 这两句话啊 这两句话是关键 就是说 你有的 我都有 你没有的 我也有 啊 是正 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这里为什么飘红呢 我们说一下 这里并不是说 你你这个里面没有这个Name 有 但是说我访问权限设置的是Privative 就是说我子类 是没有办法从子类当中来改变这个值 啊 没办法从子类当中改变这个值 那么我们怎么样要在子类当中可以改变这个值呢 我们设置Protected 啊 我们设置一个Protected 那么这个样子呢 我在子类就可以改变这个值 是吧 我可以改变 呃 改变这个值 并且访问这个值啊 我取 呃 读取 或者是重新写 那么我们让A 来Do something Do something 看看他会输出什么 哎 他说 我叫萨达姆 我是一个抢劫犯 是吧 这里 这里 Do好 加个Do好啊 那他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他不是输出这一句呢 为什么说不是输出这一句呢 而不是输出这个这一句的话 要解释这个原因 我们先要解释清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以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相信大家学了很久 这个东西都写惯了 但是说这句话真正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可能很少人去真正的研究过 是吧 尤其是那些初学的 那么我们这里就来讲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然后再来看A等于 我分开来写 我先分开来写 我可不可以把上面这句话 我这样分开来写 当然可以是吧 可以这么写 那么分开来写呢 我们来一句就解释 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 首先看前面 我我写一个类型 这个类型叫什么名字呢 这句话 我们这加把是一种语言 是吧 那么他的语言 我们可以翻译成我们人人类的语言 那么我就翻译给你听 这句话是 你跟加把说 你说我需要一块空间 我要放抢劫犯 然后我给这块空间起一个名字叫A 然后加把说可以 没问题 然后他这里没有画红线 对吧 就表示可以 好 第二句话是表示 我要在我刚才起的A这个名字的 专门放抢劫犯的这个空间里面 我要放一个new的抢劫犯 加把说可以 也可以 然后第三个调方法 我让这个A空间里面的这个东西 我调它这个方法 是不是 你是这么告诉加把的 然后我们 我们除了这个 我们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那个 我们再再重新写一个 我们除了抢劫犯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 诈诈犯犯是吧 还有个诈骗犯 比如说 我这里又定了一个诈骗犯 然后诈骗犯 它是不是犯人的一种 它当然是犯人的一种 是吧 它肯定是犯人的一种 然后我们在这里 我这句话给大家翻译过了 然后我再写回去 接着我再来一个笔 诈骗犯 然后这个犯的名字叫笔 等于 又一个 又一个 诈骗犯 诈骗犯我们起个什么名字 叫 诈骗犯 我想想啊 有什么名字比较适合诈骗犯 比如说叫小布什 是吧 那么 我们来先来调调看这个方法 do something 我们看他会输出什么 他说我叫小布什 我是一个诈骗犯 对不对 那么这个没问题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来思考一个 比较有 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我比如说 我这样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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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想 我刚才翻译的 按照我刚才 把加把诈骗语言翻译成我们人的语言 是吧 那么大家来翻译翻译 就是说 你告诉加把 我需要一个空间 我需要 这个空间 我要用来放犯人 然后我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放入一个抢劫犯 我放入一个拥有的抢劫犯 大家想想 这样在逻辑上说得通吗 大家在想想一想 在逻辑上说得通吗 当然没问题是吧 你我这个空间 我可以 我可以放的 不是我没有说好是什么犯人 我就说我要放犯人 对吧 这么大一个范围 只要他是一个犯人 不管你是什么犯 不管你是诈骗犯 还是抢劫犯 我是不是都可以放进去 我都可以放进去 是不是 但是问题来了 我掉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为什么没有掉这个方法呢 为什么没有掉这个方法 为什么没有输出这句话 他是输出了这个和这个呢 为什么会输出这个 那么这里 继续想想 我刚才给大家 把这句话整个的翻译是什么 我需要一个空间币 这个空间币我要干什么呢 我要往里面放一个诈骗犯 那你实际上放进去的是什么 大家想一想 我实际上放进去的是什么 我实际上放进去的是一个诈骗犯 对不对 我实际上放进去的一个诈骗犯 那么你 当比如说这你假设为B是一个牢房 那你把这个牢房里面 你放进去一个诈骗犯 那你打开这个牢 牢房门 你想让他do something的时候 你想让他do something的时候 让他干点什么时候 那我实际上放进去的是一个诈骗犯 那肯定是做的诈骗犯 诈骗犯的行为了 是不是 我当然是我实际里面住的是一个抢劫犯 那我肯定是做了抢劫犯的行为 我不会做一个犯人的公共的行为 我肯定是做我实际上的行为 因为我这里放进去的是一个 你这里类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是吧 好 那我再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犯人 C 我这样 我声明为 抢劫犯 然后我要把 A放进去 好 红线看见没有 红线看见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大家想一想 这句话 还是用我刚才翻译的 怎么说 我需要一块空间 给它起个名字叫C 我要在这块空间里面 放一个抢劫犯 这块空间是专门放抢劫犯的 然后我要把 A空间里面的东西 我要放进去 这个时候红线呢 加把他就告诉你了 加把他就告诉你了 这个红线 加把就跟你说了 他说 A 我只知道A是一个放犯人的地方 是不是 你要一个空间 专门放抢劫犯 我不能保证 这个放犯人的地方 里面拿出来的一定是一个抢劫犯 那么加把这么跟你说 然后他怎么告诉你呢 他就给你画个红线 或者你如果用加把C编译 他就给你编一个错误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种办法 可能很多书上会说强转 很多书上他会这么说 强制类型转换 是吧 很多书上他会这么说 但我 我个人觉得 这么这种说法 不是 太准确 不是太准确 因为 你这种自定义类型的 这样括号一个类型的这种写法 跟我们这样写 IntA等于 比如说你是这样写是吧 你这样写他也会爆红 他说你这个是Int 然后你放进来一个是 一个Double类型 对吧 你不认 我这样写把它强转成Int 这样就可以 那么这个叫什么 这个我可以认为它是强制类型转换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要说这个是强制类型转换的话 不是基本类型 我是自定义类型 我这样括号一个类型写呢 我觉得这样不是太准确 因为这个做的事情 这个地方做的这个事情 跟这个地方做的事情 它是有区别的 记住我这句话 它是有区别的 这里 它是怎么强制类型转换 你一个 我要放一个整形 你给我个小数 我塞不进来是吧 那很简单 我把你小数给砍了 那是不是强制类型转换 我直接把你小数给砍了 然后我 加把它 你这么告诉他强转成硬砍 行啊 我把小数砍了 然后我们看看输出什么 我输出一个2 是不是 那么这种做法呢 它就不叫强制类型转换 因为它没有做任何的 就是说数据损失的操作 这个叫什么呢 我觉得更加准确的叫 强制声明 这样 我觉得比较准确 这样说法比较准确 叫强制声明 什么叫强制声明呢 我们再复原一下刚才的对话 那个 你跟加把说 我需要一个 放强结算的空间 我给他起个名字叫C 然后我要把A空间里面的东西 我要放到这个C里面 接着加把跟你说 A 加把就去找A了 是吧 然后加把找了A 跟你说 他说 那个叫什么 我去看过A了 A里面 A是一块专门放犯人的地方 他不一定是一个抢劫犯 这句话大家理解一下 在逻辑上理解一下 抢劫犯是犯人 倒过来说 犯人是抢劫犯 我可以这么说吗 显然不可以是吧 好 那么我们就写这么一个括号 这个括号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告诉加了 我跟你保证 我跟你 我肯定A里面放的肯定是一个抢劫犯 那么加把说 好 那我相信你 那么我们走走看 加把相信你了 然后他不给你包红线了 是吧 这个不是输出 我们要C点Due something 大写 C点Due something 我们走 我叫萨达姆 我是一个抢劫犯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这么写 大家看啊 B里面现在放的是什么 B里面放的是一个诈骗犯 是吧 那我要把B里面的这个东西 我要把它拿出来 我放到C里面 那么加把肯定会跟你说一样的话了 加把会跟你说 B里面是专门放犯人的 他不一定是一个抢劫犯 那么我一定要给他呢 我是不是要强制声明 我说 我 我跟加把说 我说我保证 B里面放的肯定是一个抢劫犯 好 加把说 没有问题 OK 我们走 哎 报错了 是不是 这里为什么会报错 大家想一想 这里为什么会报错 B这个空间 我放进去的是什么 我放进去的是一个诈骗犯 是吧 那么 你这样写 你说 你说加把 我跟你保证 这里面放的是一个抢劫犯 我保证是个抢劫犯 然后加把说 好 我相信你编译没有问题 加把让你编译过了 然后他执行了 执行到这里 这里前面都没有问题 执行到这里申请空间 也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 问题来了 他走到这 他就去 他说你保证是一个抢劫犯 是吧 没问题 我可以把这个抢劫犯 放到C里面去 那么他去到B这个空间 你去拿东西了 他打开这个牢房门 一看 他说 然后加把就操了 你 你他妈骗我是不是 你跟我说 你你保证是一个抢劫犯 然后你你给我 你给我打开门 一看里面明明是个诈骗犯 我一个专门放抢劫犯的空间 我能不能用来放诈骗犯 当然是不可以了 是不是 当然是不可以 好 那么就是 这就是一个 这基本上就给大家撸了一下 这个继承的一个概念 一个继承的概念 那么大家看好这几个方法 为什么会走到这里 没有走这里 为什么会走到下面 没有走上面的呢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前前半句 前半句是为了 申请一个放这样一个数据 类型的一个空间 后半句是你实际放进去的东西 我再讲一遍 就是你申请一个牢房 用来专门一个放犯人的牢房 和一个专门放抢劫犯的牢房 有什么区别 请大家把逻辑思路理一下 还有今天 最重要的两句话 从程序结构上来说 子类对于负类 就是你有的 我都有 你没有的 我也有 这部分代码 我们就不需要重新写 我们就不需要重新写 这就是一个面向对象 它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提高代码的重用 比如说你 你发现有好几类数据 数据 比如说我们做网页的时候 页面 我们创建一个页面对象 是吧 那么这个页面 它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那么比如说这个页面 它的后台 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是吧 那么我们就要把它写到负类里面去 有这些子类 这些共通的地方 这些相同的地方 我们就不需要再重新写 只要写这个页面 它特有的地方 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 还有一个 就是继承 继承它的概念 就是一个 从大分类到小分类的过程 一个从大分类到小分类的过程 什么这些东西 如果哪个老师 他在上课 他在举这个例子 你可以吐槽他 随便吐槽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把这个继承 继承的概念 稍微讲了一下 然后下节课呢 我们来讲怎么样运用到实际档中去 好吧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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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